大家好,我是OKCOOL,然後我們這個主題是PPT不能網,然後坑主是主意以及我OKCOOL 那我們這個專案其實在去年的5月就已經在第三四次的黑客松首次提案,然後也有參加9月7號的黑客松 那我們從成軍開始到現在已經進行了39次的線上會議,然後一起三次的面對面的會議 那我們目前團隊的組成有UIUX,然後系統架構師以及安卓和iOS的APP開發者,然後也有測試團隊 那我們簡單描述一下目前PPT在近年來碰到的龐大挑戰 那我們目前不管是使用者以及管理者或通貨人都注意到就是網路行銷公司以及網軍所製造的假輿論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使用者在發表的假訊息或不實際訊息,然後影響著社會還有各個各個階層的人士 那有一些小部分的使用者會發表一些讓人可能會讓人感到恐懼或者說不舒服的文章 然後造成PTT上面的列幣主良幣,然後文章數值的下降 然後還有近年來常注意到的網路犯罪以及交易詐騙 那這一些問題在目前BPS架構上的PPT是不容易處理的 那我們目前所想要做的方式是希望能夠開發出一個官方的APP 然後在APP上實作新機制 那我們來彌補BPS系統上的限制來嘗試來去解決剛剛所提到的那些問題 那我們APP有打算做一些新的功能,也就是說BPS上沒有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希望引進使用者互評機制 也就是說每一個使用者可以對其他的使用者發表一次性的評價 譬如說給他好評或給他列評 然後再基於剛剛所提到的評價,然後使用者可以根據他所看到的文章做多種的排序 然後依據他的需求率說對文章的評價數排序之類的 然後作者也可以根據他發的文章所累積的其他人的評價 然後可以得到一些獎勵,然後鼓勵使用者發表好的文章 那這是我們系統的初步架構,我們預計會有一個中台來存放一些BPS上面有的資料 然後來達到我們剛剛提到的所要得到的一些性功能 那最後的就是我們還是需要許多有熱情的人士一起加入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需要的人有GoLang的人 然後他專職GRPC的研究與開發 然後我們也需要架構師AWS Google Cloud的熟悉的相關人員 那我們也其實也很歡迎各個PTT的使用者或對PTT這個平台有興趣的人 也歡迎你可以到我們slack的PTT來聯絡我們 好,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